虽然4月已经到来 但显卡市场依旧是苦不堪言 除了货源紧缺黄牛加价以外 矿工的好取强夺仍然是最大因素 而想要打破这样的局面 游戏玩家就只能期待矿难能尽早来临了 当然NVIDIA方面最近也是动作频繁 不一定全面上架了CMP专业矿卡系列 而且关于RTX3050Ti和RTX3050的详细规格 也得到了正式确认 那么下面就跟超级哥来看看详细的情况吧 作为最便宜的30系光追显卡 RTX3050将会是众多玩家最后的期盼 毕竟要是再买不到就只能等40系显卡了 再根据此前泄露的消息来看 RTX3050将会接一全新的GA107300核心打造 拥有2304个QDA核心 整卡功耗大约为90W 并将配备6GB或者4GB 未宽为128bit的GDDR6显存 然而根据GPU-Z的最新报告显示 RTX3050只会搭载4GB的GDDR6显存 并将首先推出移动版 由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限制功耗 移动版的3050还会缩减QDA核心至2048个 而Boost频率也会被限制在795MHz左右 至于其他方面则与桌面端的相同 然后是RTX3050Ti 据悉它将采用和RTX3060同样的GA106核心打造 拥有3584个QDA核心 配备为换192bit的6GBGDDR6显存 至于其他情况则与3050类似 首先也是移动版本先行推出 而QDA核心也会在此基础上缩减至2560个 显存也将由6GB变成4GB 另外从目前华硕DDR6和小米即将发布的笔记本产品来看 其4GB的显存是没跑了 这就表明移动版的3050Ti 其实就是桌面版的阉割版 但在整体性能方面 3050Ti移动端相较于3050移动版 则会有15%的提升 大致水平与目前的RTX2060笔记本不相剩下 除此之外 目前据Notebook Check表示 RTX3050Ti移动端和RTX3050移动端均以现身在3DMark的跑分测试中 其中RTX3050Ti的最终成绩为5246分 性能介于RTX2060MAXQ和RTX1660TMAXQ之间 而RTX3050的最终成绩为4798分 相比RTX1650Ti提高了33% 与此同时两张显卡都能在拱木另一暗影的中高特效中跑到60帧以上 不得不说价值229美元的显卡有这样的表现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另外由于近代时间以来矿潮的持续高涨 NVIDIA方面已于近日重新进入了矿卡市场 并推出了专用的矿卡CMP系列 但目前仅上架了30HX40HX50HX和90HX四款不同的型号 另外两款高端型号将于下季度跟进 而在算力方面 30HX40HX50HX和90HX的以太坊挖矿哈希算率 分别是26MHzHX36MHzHX45MHzHX96MHzHX 除此之外这些卡都是没有视频输出的 也不能运行图形渲染 只为挖矿而生 当然有了产品就肯定有需求 目前据NewsVive报道 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矿场HOTA Mining Comparation宣布 他们已经花费了3000万美元购买了NVIDIA近60%的CMP矿卡 用于部署全新的挖矿系统 如果顺利的话 新系统可提供完1600GHX每秒的算力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 上古时代的游戏机 认定当GameBall现在也已经被破解用来挖矿了 但其凭借主频为4.18MHz的夏普LR35902处理器 获得的算力仅仅是0.8Hz每秒 是目前标准矿前ASAC的125万亿分之一 换句话来说 你想要挖出一枚比特币 可能需要几百万亿年的时间 从中也不能看出 现在的炒币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玩家们又想买到便宜的显卡 几乎是无望 当然对于绝大部分的玩家而言 只要老老实实的做好等等档 总有一天 矿难会来临的 那么大家觉得显卡市场 还要恢复到成绩的模样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目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留见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